第一贡货银行危机 比特币反弹有望持续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市场高度水链新币的发行 警方水天王变成天王 欧洲议会批准米卡法规 全球的加密监管模板来了吗 华尔街机构申请比特币现货ETF屡屡遭拒 方舟21share再接再厉 能否申请成功呢 存款流失千亿美元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业绩显著恶化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减 4月27号星期四 币人何在 我是Michael 我先来看数据 在昨天整个空头被清算了1.2亿美元的情况之下 以及期货的未平仓合约完全崩溃的情况下 昨天比特币的价格是再次上涨 逼近了3万美元 随后比特币开始下跌 今天早上来到了28,870附近震荡 另外空方的清算量其实也很大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空方清算也超过了1.2亿美元 所以说我们近期的行情 我们一直保持我们在周平当中的观点 就是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调 并没有跌破我们的风险趋势线 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预计第一共和银行将会被美国政府查封 这只是查封和倒闭还是两回事 对于币圈来说当前看美股的意义完全小于 看美国银行的意义 而且还得看美国的房地产什么时候会爆雷 如果银行业和房地产持续爆雷的话 那么比特币将继续走出它的独立行情 如果没有持续爆雷 同样还是从哪来回哪去 涨多少还是得跌多少 因为从当前利率条件 以及美国的经济的总体因素上来看 其实并不支持所有的金融品持续走强 所以对于美国银行业的这些危机 我倒是有一个小心思 就是希望它不要那么快结束 因为更多的美元资金或者是恐慌性的资金 在美元危机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配置其他的资产 比如说黄金 比如说比特币 我们上一波的拉升不就是这么涨上来的吗 对吧 那么再来个第二波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大家心里也要有个度 就是这样的恐慌性的拉升 并不是比特币本身有多牛 而是说靠着别人犯的错 比特币的对手太菜 所以如果比特币一旦年内超过35,000美金左右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预测4万或者5万 我比较悲观 今年的最高点 我就看到35,000美金这个位置 有可能达到35,000美金 我们在短周期的仓位就会进行一部分的减仓 我认为说35,000会是今年23年的整个币圈的顶部的位置 那如果单从近期的这个走势上来看 比特币这一波的反弹 我倒是觉得有望持续 好下面我们来看消息 作为这个Move系的公链 受到A16Z Maston Labs等大型资本青睐的区块链项目 水一直以来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关于它的这个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 空头怎么领 我们都做过相应的节目 对吧 早前当然不少人都在等着空头 但是自从水的官方团队否认有空头这回事之后 投资者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大新方面 比如说最近OK就上线了关于水的IEO 引起了大家的轰动 那今日著名的代币融资机构CoinList 也公布了水的上线计划 据报道CoinList将在素益代币发布后的第一天上架其代币 此外CoinList Pro将为所有素益交易队提供48小时的免费交易 并向所有符合条件的CoinList用户提供一个月的免费质押 交易和质押预计将于2023年5月3号左右上线 当然了作为新一代的天王级的公链 水的热度从来不输给任何一条链的 那么这么多年来 很多区块链项目从一开始被炒得沸沸扬扬 最后都是高开低走 比如说18年的UZ 21年的ICP BZZ等等 甚至于同为Move语言的Abitos 大家看到上线之后 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基本上在生态上面可以说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生态 所以如此高热度的水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在二级市场去FOMO 要知道二级市场追着买币 那就是妥妥的韭菜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保持警惕 如果水的生态 它能够把市场上的这些新兴的开发机构 抢到自己的版图上面来 到那个时候再进行投资也不迟 好我们来看一下欧盟的消息 今日欧盟的立法者投票通过了 加密市场的MICA法案 我们叫它MICA法案 那这使得欧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引入全面的加密法的主要司法管下去了 大家知道FTX的事件之后 自所以能够发生如此恶性的影响 这个和各个国家对于加密资产的管理方式 和管理态度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MICA法案不仅能够使监管割裂的欧盟 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加密货币监管的体系 也将影响全世界的加密立法 加快全球加密市场 从野蛮生长向法治时代过渡 你看好这份草案吗 MICA主要的监管内容 一是针对稳定币 这类支付型代币 以及其他加密资产的监管要求 二是针对各种加密资产服务提供者 如发行人 提供者 教育平台等的监管要求 MICA明确了法规试用物件范围 加密资产的类别 监管主体及相应的信息报告制度 营业限制制度 以及行为监管制度等 当然目前有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地探索 加密监管的方案 欧盟的MICA法案是全球主要的司法管辖区 领先的加密货币的一个监管框架 未来MICA会通过实施 不仅可以为一些国家的监管立法提供参考 而且还可以促进一些保守国家 转变对于他们加密资产的消极态度 不过MICA对于TRF的法案 只是欧盟监管加密货币市场的开始 那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因为去中心化和监管 本来就是两个赛道上的事 分析师认为 夏季有望通过ETF 此时下结论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呢 第一份财报引发的选案 1000亿美元存款 夺路而逃 现在呢 很多华尔街的机构都是比特币的疯狂支持者 咱们先不说持有多少现货 咱就说现在全网的算力 您想一想 散户投资 怎么能可以把全网的算力直线形拉升呢 一定是大机构大资本在后面助推 对吗 那我们耳熟能详的 特斯拉 灰度 威策略等等这些公司 其实都是比特币的粉丝 他们都持有一定数量的比特币资产 可以说呢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机构的信赖和支持 比特币才能够在21年11月 创下69000美金的一个高价 那同时呢 也有很多机构致力于要申请比特币现货的ETF 现货ETF是什么意思 就是传统投资人可以不需要管理私钥 不需要去链上处理资产 避开所有投资的繁杂 只要买一个现货的ETF 就等同于你持有了相对数量的比特币现货了 申请的公司有哪些呢 比如说Venac Global X 当然其中还有大家立下最深刻的 木头姐的方舟基金和21Shares 因为这两家公司已经申请过两次比特币的现货ETF 现在正在准备第三次 近日方舟与21Shares第三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提交了比特币现货ETF申请 不过在2021年6月与2022年5月 方舟与21Shares就向SEC两次提出了比特币现货ETF的申请 都遭到了拒绝 在今年3月份 彭博社的分析师埃里克·巴尔楚纳斯 就指出 一旦加密货币交易所正式合规化 SEC过去拒绝比特币现货ETF的理由 也就不再有效 并指出比特币现货ETF年中有望成真 好 这些企业鼓着劲网上再次申请 其实就是看中了现在 SEC的干润干润的日子不好过 我就是要把难题摔到你手里 可是SEC也确确实实拒绝了比特币的现货ETF的申请 不下十几次了 理由就是比特币现货ETF具有托管的风险 比特币价格容易被操控等等 既然SEC有这么一个思想 那么在短时间内恐怕很难改变他们的态度 更何况 SEC还有个对加密货币非常较真儿 非常顽固的老头 Garen Gansler 所以比特币的现货ETF今年想要通过我觉得比较难 除非把Garen Gansler赶下台 我们来看一下在美联储还要加息的大背景之下 据说终端利率会达到5.5的大背景之下 还有哪些银行扛不住 之前在直播当中我们说过有190家美国银行 如果再加息的话一定会是风雨飘扬 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份面临挤兑潮的美国第一共和银行 竟然发布了它的今年的首个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银行当季的存款的外流幅度远远的超过预期 那么当季实际的存款流失超过了1000亿美元 这导致了该行的股价在25号收盘的时候暴跌49% 创下了历史新低 而自从3月份以来 第一共和银行的股价已经跌走了93% 为了自救 第一共和银行在财报中表示 正在采取行动来强化业务 重组资产负债表 彭博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第一共和银行计划出售高达500亿美元 至1000亿美元的长期证券和抵押贷款 以减少该行资产与负债之间的不匹配 我认为它真的显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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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我们在之前的直播当中谈到这个大的经济环境的时候都跟大家说过 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 像签名银行像这个硅谷银行这样的银行还会有很多 还会陆陆续续银行发生问题 所以今年三月份呢 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相继在危机中关闭了 那么第一共和银行一度也面临着挤兑的风险 好在呢得益于多家银行和美国监管部门提供了流动性 所以第一共和银行暂时是稳定的 随着第一季度财报的公布呢 银行业危机长痛的现象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 那么现在第一共和银行唯一能做的就是撑住它的资产负债表 不要落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的命运 好来看今天的必须要打时间 数字卡牌链由Storybook Pro开发商Good Luck Games 于2022年3月被FTX收购 日前Storybook Pro宣布将于5月1号关闭服务器 团队称探索了不同的选择 但未找到继续运营的方法 比特币明文钱包Unisit Wallet宣布 Unisit Marketplace于4月27号重新开放 持有Unisit LG Pass一定时间的用户可以先参与测试 Unisit Points数量最多的用户将在后续获得邀请 所以公布第二轮开发者资助获得者 向入围的8个开源项目提供23万美元 涉及开发工具、金融、游戏、治理、支付和生产力6个领域 NFT借贷平台NFTFI宣布推出用户中程度计划NFTFI Rewards 允许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和贷款人获得独家不可转让的奖励积分 据微信官方消息 即日起微信用户可以在数字人民币APP内的钱包快付功能下开通微信支付 选择将任意运营机构如微重银行的钱包推送到微信支付 就可在视频号小程序场景内支持数字人民币的商家中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们每天的梳理对您的投资有帮助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同时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打造的更加专业 在这个链接当中 您能看到我们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挺过熊市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